各位弟姐妹早安 我是陆伦传牧师 今天落响圣言的经文 是记载在以色列书三章 十六去到二十七节 在一段经文里面讲出 耶和华要立以色列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是要他为耶和华境界以色列文 我们可以从这个守望者的角度 将这些经文分为以下两个重点 第一点是从十六节 去到二十一节所讲的 守望者的身份、使命和责任 在十六节一开始所讲的 过了七日 耶和华的话语就临到以色列 这里是说到延伸到 十五节所讲的幽门的七日 而且在幽门当中一个突破 因为耶和华说话 对以色列来说 就是耶和华给以色列有一个独特的任命 我们看这一节经文当中讲到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 这句说话在以色列书里面 有一个独特清晰的句子 指出以色列慢慢明白神的指示和目的 在十六节当中讲出一个照明的身份 很清晰地讲到就是守望者这个角色 一般守望者会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 通常是一个高台为城池作守望 当观察到有危险或者敌人攻击的时候 就会发出警暴 但从这件经文看 在耶和华我们看得出耶和华很严肃 很认真地讲出以色列文的背影 在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如何跟以色列说 一个守望者就是他的身份 警戒别人就是他的使命 耶和华跟以色列讲出两个很清晰的要求 第一个要他听耶和华口中的话 第二要他替神警戒以色列文 所以以色列要留心聆听神的话 听了之后就要信服 用神的话去警戒以色列文 在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到四个不同的场景 无论是对恶人或者对疑人 无论他们是被警戒后 有没有离弃罪与否 重点的就是说到守望者 有没有忠心为神做警戒的工作 对守望者来说 圣经讲就是说 你若不警戒 或因你没有警戒 神会向你讨别人丧命的罪 十八节和二十节 但如果守望者已经做了警戒的工作 别人接受警戒与否 守望者就已经救了自己脱离了罪 十九节和二十一节 所以守望者要认真地听神的指示 来替神做警戒的工作 这个就是他们的责任 如果他们不忠心的话 没有对人施行警戒的话 被人丧命的罪 就要成为他们的责任 或者他们的负担 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问责 以色列要做好灵听的工作 要仔细跟进神的指示 来做事 来说话 第二点 我们从二十二节 去到二十七节 看到的就是守望者的信服 以色列的书一开始 是一章三节这样说 当耶和发出指示当时 神的灵就会随着 神的话语 刚在那人身上 我这个看二十二节当时 也都是一样 以色列的灵 这里讲到的手 刚在以色列的身上 神就会是对他说话 神带人的手 即是圣灵 会降临在他当中 作命令的工作 以色列就会怎么样 起来往平原去 以色列就在那里说话 在二十三节 当以色列看见 以色列的荣耀 他就苦福在地上 在二十四节 当圣灵进入以色列的里面 当时 以色列就会站起来 这里看得出 说明了以色列在 跟进指示当中 当时 是拥有一个守望者 应有专注 和他的信服 但我们看二十四节 下半节当时 我们看到耶和发对以色列的说 你要进房屋去 将门关上 以色列不是做一个守望者吗 为什么会进入到关门 然后为什么会做一个警戒的工作呢 不是在一个高台的守望呢 第二十五节 他说到 人要把他捆绑 使他没有走动的自由 也都不能够走在人 人们的中间 二十六节 更加讲到 是被耶和发封口 使舌头贴住上堂 以致 啞口不能扎鼻 警戒被人 这里所说的舌头贴住上堂 在约白记 二十九章十节 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说法 其实当中是带着一个 自愿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守望者 会有这样的动作 这样做法呢 我们从以西极书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以及以西极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 我们可以知道 以西极的啞口 没有在众人面前说话 都有七年半的时间 我们看二十七节当时看到 但当耶和发要以西极说话当时 以西极就可以开口说出 神要他说的说话 这里就看得出 守望者背后是耶和发 才是掌权者 耶和发会讲出 他用什么的境界说话 守望者就要跟指示 去讲出这些说话 当耶和发不说话当时 就使仆人口啞 耶和发要出境界的说话当时 就要使仆人开口 守望者的境界的工作 是完全依靠耶和发的指示 清晰明白 清晰明白而画的指示 所以他能够做得好 讲得好什么说话 我们一同同心的祈祷 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你在我们生活当中 赤予我们的守望者 让我们能够合时警醒 求神亦使我们成为别人的守望者 并且时刻听主的声音 跟随神的指示 来为别人守望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性名字祈求 阿们